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一剂猛药 俗话说,教权不教步,教步打师傅 今天我就讲点步法 在武术里,基本步法其实非常简单 只是它这里边有一些关窍 今天呢,我的讲解呢,初步涉及到了这些步法 深层次的这些动作要领呢 讲起来实在是太长 我就浅显地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步法 我只队了一张图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 下边这个,一位,二位,这是两只脚 那么,一位脚和二位脚怎么这样子 那好了 这个动作呢,弓部和须部 这两颗,有这两颗 弓部,前脚,膝盖已经顶出来了 这个后边是绷直的 这样一个状态 这时候一共有这么几种变化 我们从后脚,这个右脚 从一的位置到二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这个变化啊 从一位置到二位置的变化 这是峰部 然后 到这里来 这个脚呢 从这里划过来 到了这个 这只脚的这个脚跟 左脚的脚跟 再穿出来 不是移不到位啊 它一定要合到 左脚的这个重心脚的这个脚跟这个位置 再出来 至于好处啊 那个 有一些基础的同学呢 可以想一下 甚至他已经理解了啊 继续说 从这个 左脚 从一位置到二位置 这是一种变化 其中有一个变化 从一位置到三位置 还是这样的 一位置到三位置 这个时候就不再是一条直线了 它是一条弧线 这是一步 这就叫前走的一步 向前 一步 这一步呢 是从后面 脉到前边去 这就叫做一步 还有 我们向前的 还有一些啊 还有两个这个非常接近的名次 一个叫 跟半步 一个叫半步跟 跟半步呢 本来是 这是一位的脚 这是零位的脚 跟半步 是 跟 半步 我们来看啊 走的呢 是半步 因为我的这个 左脚 它的运行距离 没有超过右脚 右脚 还是在前面的 就是 跟过来 半步 这个呢 是要比一步要快的 我们说的这个 半步 没有这么长的运行距离 一步 是这么长 一步是可以达到一米八米的 甚至 不复大的 接近两米 半步 距离基本上在一米以内 接下来我们再说这个 刚才说的是 跟半步 我们接下来来说另一个名词 半步 跟 半步 跟 就是这样一个动作 是吧 然后接下来 他 向前 他 先外 前面 这只前面的脚 然后得跟过来 对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很怪的 而且这个动作 大家想一下 他的发力点 再不再减了 这个动作是最快的 他的发力点 在这 在这个腰子 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 这手已经打人了 手脚齐用 已经打人了 也就是说 人之间的距离 并不是太长 已经非常接近了 这个时候 谁进攻快 谁就抢来前击了 怎么办 那如果你用半步跟 和跟半步来比较一下的话 我们肯定是要 半步跟 这时候 更快一点 用跟半步的话 跟半步距离没有发生变化 接下来才快 距离才接近 好 这是向前的不管 接下来再说到一个 就是 前脚从零位置还回到零位置的这样一个变化 我们说变 前脚 这也是一个向前的步 它既不是半步 也不是一步 它是零步 一步都没有 但是用法非常好 这个非常阴险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时候这个动作 已经是前脚不可以用力大力了 前脚如果作为重心的话 这个时候是 没办法 抬起来 甚至动作缓慢 动作失调 接下来 这个动作是这样的 回来 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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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一位置 它在零位置 然后 这是零位置到一位置就这样了 然后接下来 零位置 一位置 然后它 奔左方向了 好 它到这儿了 接下来 接下来 左脚 右脚 互换了以后 跟半步 和半分 我们先 跟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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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一下 半步跟 另外一面 是半步跟 半步跟 半步跟 这是前驱的一些步法 另外一面 就是这个 零步的这一个变化 它回来 再出来 它回来 再出来 这个呢 用吧 其实呢 就是 你向我这里 距离 要靠近我 那么 我让出这个距离来 我又回来 这时候正好是一撞撞 你感觉我已经走了 其实呢 我下一步 我要回来 是这么一个感觉 打乱它的节奏 步法呢 还有 横曲 三脚变化 和后闪 没有后撤 对于我们没有后撤步 我不喜欢讲这个后撤步 至于这个后撤步步法不乱 在我的印象中啊 这个后撤呢 是逼得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这里不讲 还有两节课啊 还有两节课啊 分别是讲 横曲三脚 三脚变 横曲三脚步 和后闪 后闪 闪步的这个法 今天的讲解到这里 今天的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欣赏 我是梅花拳 耿大鹏 咱们后边的课程 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继续学习 好